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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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囉我是阿米 今天 現在是在旅座的仁止殿嘛 對 旅座這邊有位打歹很厲害的 很厲害 譬如說我冬天也可以打歹嗎 可以 有可是也是可以 但是在比較不會玩的人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這邊也會打歹高手 帶流伴流伴 游你的刺激就可以打歹 他怎麼選完 嗯 我都叫他遊哥 我覺得游哥這樣沒辦法顯示 我們那個老師的身份 游大師 OK 現在我們到了實地演練的部分 那現在先請大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它的方式 3.5的T圍 長鉤 它長得非常好 因為障礙非常多 來 這個就是平常大家在用的 Rummy Fish 用慣用性的耳帶 然後你今天想要釣它的話 你一定要用心去體會 它去躲在哪裡 你一定要用心去體會 它去躲在哪裡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開始一直換點 這個這幾個點這樣一直換 反正就是在這個 陰暗處這個地方 它會躲在這個地方下去 這邊的食物鏈非常非常的豐富 是是是 它要吃什麼都有 所以你要用你的耳偏到它吃上 你要靠你的手感 跟竿子的 把耳挑動的那個 引起它的攻擊 綁車不需要太用力 現在開始介紹冬天的吊綁 它要比較柔和 因為冬天的呆是 舊耳率不會那麼的高 老師你今天用的這個線是幾號線 1號PE線 1號PE線 然後前導是3.5號 3.5號 像今天帶兩組 兩組裝備 現在風稍微有一點大了 我們可以改踢位 更燒 讓它走更低 更慢 這個比較重對不對 這個只有7顆重 7顆 如果你不要那麼累的操乾方式 還有一招最好最好用的 是我常常在教 其他學生 用的方式 現在這個打出去 打出去以後 什麼都不要動它 竿子也不要動它 你不要那麼累 你就是用這個這樣子 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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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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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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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在水底裡面 尾巴會擺動得非常漂亮 給你 大家有沒有聽到 老師的口訣出來了 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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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看喔 輕輕的它尾巴就會動了 嗯 老師你這種盒 你現在會擦 擦千嗎 完全不會 我 專攻入性格 入性格 然後我用鍋子的配重下去 配它的重量 就鍋子的重量也算在裡面 對 鍋子的重量也算在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到我在丟的時候就是 太陽跟陰影交界處 哦 對對對 他們就是會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是夏天來釣的話 可能打個幾個就中了 因為呆是群居的 我現在在找它的 群居如果說有一個訊號的話 至少會五隻到十隻在那個地方 你到這旁邊都不能放過任何一個訊號哦 旁邊要更慢哦 它如果有頓點你看得到 我用這款PE線它比較重 然後開始走轉下去 然後炮頭的時候不需要那麼用力 就輕輕的 用耳去帶線 在那邊 在那邊 走旁边的时候操法有点不一样 这样子把线卷紧然后再去抽把线卷紧再去抽线卷紧再去抽 你看这边有障碍你看那线 我们现在过障碍就是用这个去让它过障碍这样这样它就过障碍了 因为你一抖它就会跳起来 如果你这样一直平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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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那个鱼顶都是看不见得会吃 你要当它有做跳动的动作 使便拉背跟其他的耳都是一样 不能做平拖的动作 公角落 那边障碍区非常多 我们的层底的速度不要放得太慢 那边就一直带有没有看到 那边就一直带 它这个跟卷仔很像 因为它很浅 你只要打到一只以后 要隔15分钟 它第二只才会再吃 那一群会惊吓到 对那一群会惊吓到 所以我尽量是不惊吓到它为原则 这个打到呆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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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到底可忍算有点 那是水花 水花 帅 這個八肢操干比我还更少 你看那种羊肛的方式 你看 哇 哦 一樣會浸塞喔 哇 好爽喔 一天不要那麼快 一天不要那麼快 讓它跑進去這邊 酷耶 好爽喔 它們在哪邊呢 那邊有機甲 好 沒問題 有沒有 然後你看喔 我現在如果說 我要抓它對不對 對 這個線桿子 是最危險的 90度會摺桿 那我們要這樣子 抓到線以後把桿子 往後移 這樣子 防止它再衝第二次 像這樣子拉是最危險的 不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這樣拉會 萬一線斷你會彈到自己 瞬間 就要讓它起來 你看它會跳 起來才... 好帥喔 帥 你知道我覺得裡面最帥是什麼嗎 什麼 老師的墨鏡 開槍瞬間超猛的 真的耶 因為你的速度要快 你看 它舊耳就是 冬天咬法跟 夏天咬法是不同的 夏天它可以咬著不放 冬天是放著不咬 夏天它可以咬著不放 冬天是放著不咬 它只要一咬 你瞬間 0.1次 一秒間 你就要開槍了 我會讓它不痛 瞬間 哇 真的很瞬間耶 它就不會痛 它也不會跳 我讓它不痛 瞬間 就是真的找到呆王 真的呆王啊 哈哈哈 欸 欸 真厲害耶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愛玩而已 欸 聽說老師以前 它其實不是玩綠亞洲的 真的嗎 是最爽的 玩手竿 打入世界盃 哇 厲害耶 手竿世界盃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愛玩而已 你把它眼睛蓋住 它就不會怕 像這邊開始放魚 我就不大會用魚夾 放魚用徒手 對 它就不會怕了 它跑起來有點怕 哈哈哈 跑起來有點怕 然後 剛剛是小烏龜嘛 對不對 對 沒關係 小烏龜我們放這邊 嗯 然後後來你壓咪吹起來 釣一隻嗎 對 因為 我要用現在大眾 都會用的 不是說 我專門自己在用的 所以這樣子 說服力不夠 所以我常常跟 教很多人 玩這個打帶打無都好 都是用 你們在用的 然後我再來用 然後就是插在操桿方式 一樣要做空線的動作 像比如說 等一下我會蹲著打 我會蹲著打 剛剛一樣的位置 對 小烏龜跟綁車你打的距離都要差不多 空線要控的動作 不會過頭 這個操法就不一樣哦 我要利用竿尾去跳它的門 所以剛剛那隻其實 不是很想要吃 所以它吃的那個就嘴邊了 所以你開槍的速度要非常非常的快 剛剛那個它只是想要攻擊它而已 對 它剛剛沒有頭撞先嗎 沒有沒有 再來呢 扶上來了 一樣那個位置 哪裡 我剛剛有講 如果它救爾的話 第一個有頓點的話 沒有泡泡不要開槍 剛剛 一頓點馬上有泡泡 那個開槍就中了 你要先了解它的行性 拋起剛以後試看看 它會不會去追 不會去追的時候 開始就這樣 打在它面前 來 來 好大啊 我最想打開就是因為我想打開前面跟後面 超大 你看 綁車拉拔又不同哦 要用乾身的力量 很黑 很黑 這隻比較大耶 對這隻超大 這頭好粗哦 好狗 它們叫舌頭衣 然後你 你看我的手機 魚家牛頭衣 我一直在空間 這隻全盡 這隻全盡 全盡是什麼 然後整個吃進去 對 頭超大 哇 哇 好花燒喔 我輕易看到 剛剛 就是它的旗嗎 你看它到的那個瞬間 哇 哇 看這個 這個 這超隨的耶 真的 嗨 這位看看怎麼大 好 硬到入鏡 哈哈 欸 這樣是多少 65 這個都還沒有升值喔 這光頭就比剛才出很多 對啊 它這個就像舌頭一樣 所以你看它頭 很硬啊 去敲 欸 是摳摳摳的 敲粉的聲音 哈哈哈哈 好硬啊 好硬啊 是不是很硬 所以我說它用這個頭去撞利物 嗯 你看老師真的很愛護你 眼睛 他要先安慰他一下 對 眼睛不要讓他看 老師我覺得 你真的已經把 掰真的當自己 小孩叫我 哈哈 你會正想還是想 你看喔 你看喔 我手放開囉 好 你看 喔 欸 欸 喔 你要把眼睛摸住 他就不會怕 整個就是謝謝老師的就是 耐心 還有 真的無私你知道嗎 他教我們真的太多了 很多 然後呢 我以前的距離 就是拋頭的距離啊 準度啊 我只用聽的喔 那我準度就提升了 至少提升百分之二十八 對 然後真的很感謝老師 還是要多練習 對 還是要多練習 真的很需要時間練習 對對對 多練習準度就OK 是是是是 那最後老師 一定要跟我們起來 我們的口號 老師 釣魚 棒 OK 再見 這樣囉 Bye Bye 有了有了 中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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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